一斌 给你擦一下 谢谢老师 很震惊 很痛心 是这样的事情 我问一问男性的意见吧 比如你看到她 你会觉得这是个 漂亮的女孩吗 现在 我这个人要求比较高 这个 我先说我不反对 你说的这个 有一个美丽的外表 是会亮起很多绿灯 但不见得 就必须 这是唯一的一个途径 对 演员 你比如说我作为演员 不见得你只有漂亮 才会有粉丝 有观众喜欢你 你会演戏 陈美思老师说过一句 非常重要的话 上了台 得看谁有戏 所以这才是灵魂深处的 我就特别想知道 长得特漂亮的 是不是野兽排挤 您长得好看 从小您受排挤吗 漂亮的野兽排挤 对啊 长得特漂亮的 漂亮的野兽排挤 我女朋友就是因为 长得太漂亮 所以就 哪个女朋友 来讲一讲 这个我们特想 哪一个 这跟着了 她就是受排挤 学校 因为她艺术类嘛 学校的所有同学 嫉妒 不理你 对 排挤你 对 还有学校那些小流氓 那些女的 比如说她喜欢哪个男生 她告诉她 你离她远点 因为她长得好看 那些男生都喜欢她 好多女的就放学 就围着她要打她 就因为你太好看 她是我心目喜欢的 那个男生 她为什么喜欢你 就是因为你好看 她不找那男生 找那女孩 所以我跟你说 漂亮也会被排挤 真的 对 我认识好多漂亮的姑娘 都在学校里受排挤 我们现在可能会说 我们都有被排挤过 我们都被排挤过 因为那时候 我是学生会的会长 然后我那时候呢 只要上台 全校的人 是把我虚下去的 就是下去吧 你然后你就觉得很丢脸 然后我走在路上 也没干什么 我什么事都没做 旁边经过的人就说 你看那个谁 扣你很心啊 我恶心 我也是这个经历 可是我并不觉得 全部都是因为我的容貌 我真的觉得 那个时候的我 必定有很多地方是 不够讨人喜欢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按灯吗 我都忘了 有好几个按灯 四个 四个按灯 因为你知道 你一直在用别人的错误 在惩罚自己吗 就是人家对你不好 是那个人不对啊 然后你就自己吞几粉 然后你就自己割手 太可怕了 今天我讲的这个东西 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只能说我的亲身经历 在小学初中受到的排斥 一直 因为我个人感觉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我以为我在初中的时候 会有转折点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 你觉得大家认为你丑的 同时你选择的就是 整容去改变美 你有没有想过你用别的方式 我不去整容 我用才华来击倒你们 对 其实有过 因为在微博上 第一次公开我自己的 减肥经历的时候 其实我并没有整容 当时 那但是我当时也有跟一些 网友 就是朋友去见面嘛 但是我遭受的 还是那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别人会觉得 照片嘛 你跟照片怎么长得不一样啊 就还是有这种情况 我才会形成 你还不能算才华 我说有自己 减肥算什么才华 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真的是自己可以选择 我要怎样的身材 我要怎样的容貌 我以怎样的方式达到 这是一个成年人自我的选择 但在这样的平台上 我的确不想让一般的 比如小朋友听到说 这个一斌姐姐她可以这样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我觉得那是 那是很有风险的 作为她的推荐人 有一段话想说 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这是不是一个看脸的世界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不看脸的世界里 我恭喜你 那太美好 我也想生活在那样的世界里 但是很抱歉 我们生活在一个看脸的世界里 我知道每次说看脸的问题 很多人喜欢胡歌的那句台词 说如果皮囊无法修复 我愿意用思想来填满他 说的太有道理了 但是你想过没有 胡歌的皮囊 就算出了车祸 都比你长得好看 而有的皮囊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 就跟个车祸一样 这世界上有人是被这种丑所困扰着的 但是我们对他们缺乏同情 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难过 我们可以说整容有风险 您请谨慎 OK 没问题 这个善意的提醒我们收到了 但是你不要告诉我 这个世界是不看脸的 我是割了双眼皮的人 我留胡子是为了掩饰 我下颌畸形的缺陷 有人说你们做演讲是靠口才 靠脑子 你整什么行 那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同一篇演讲稿 一个长得帅的人 和一个长得丑的人一起讲 你更相信谁 不是我们不努力 我们在拼才华的同时 再跟你拼一次颜值 每个时代 每个世界都在默默地去奖励 那些努力的人 但每个时代 也在偷偷地去惩罚 那些长得丑的人 但是我们不要那么虚伪 不要告诉他们不看脸 如果你一个美人 告诉一个丑人 这世界不看脸 就好像一个马云 告诉一个穷人说 你不用努力工作 这世界不看钱的 我们不要那么虚伪好吗 我们整容只是我们 最后的一点点挣扎 我们不想遭遇 命运最后的审判 我得最后做个总结 不行 他刚才讲的有点过了 首先我纠正一个概念 你那个埋线真不叫整容 那个叫微调 那个绝对不叫整容 没有人说这个时代 不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绝对是个看脸的时代 任何时代都看脸 但是我们刚才讲了 看的什么样的脸 可能很多人会说了 我很丑 我是个普通的女孩 我需要一个机会 如果我美的话 那个门就能够为我打开 的确你美了 那个门会为你打开 但是决定 你在这个舞台站多久的 就是脸背后的很多 你看不见摸不着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可能很虚的叫气质 叫才华 叫能力的东西 你说OK 只要你给我打开那个门 我就能够保证 我在这个舞台 占很长的时间 那亲爱的 那说明你本身就有才华 就有能力 你还需要改这张脸吗 我特别喜欢 有一个美国女演员 讲的一句话 叫Viola Davis 可能很多人看过她演的 特别精彩的美剧 叫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 她当时获得美国金球奖 在领奖的时候 她说我希望我告诉我自己 说Viola My age My face My body is enough 这也是我每天在告诉我自己的 就是我的年纪 我的脸 我的身体足够了 谢谢 好了 好了 我们不再讨论了 爱美很重要 整容需谨慎 好吧 投票 抱歉 没事 没事 但是我想最后说一句 就是 还是有一群像我这样子 长得不好看 同样经历的人 然后可能现在再上小学 再上初中 再上高中 再上大学 我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 用心去对待这些人 让他们 不要像我一样 会有得上患上忧郁症一些 不好的一些东西 所以尽量让她这些人 尽量不要走误区 所以我希望所有人 能善待我们这个人 是一个群体的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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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玉宾 不是你变美了 你就是美的 是你变美了 你的内心是美的 这才叫是美 我用脸整完柔 走到第一步 就是大家想接触我了 第二步 我用我的内心 去感染了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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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